第七个是台湾的经济自由度 恭喜台湾 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 2月28号公布了 2023经济自由指数 台湾的排名 2014年17名 2020年11名 去年第六今年 哇 爬到第四名 这个是基本上是全球第四名 也难怪蔡英文说会努力打造 自由开放及公平的经贸环境 那这里面有四大面向 包括联统的经贸 联能政府 司法效能 贸易自由 健全 财政 我们在12项指标里面 有七项进步 健全财政进步最多 因为政府的债务 占GDP的底比率 从33.7%降到28.4% 那另外的话呢 这个我们也修正 这个外国的专裁 开可以到台湾来 所以台湾的话呢 越来越经济自由 但是也有些地方不自由 像我讲新闻 媒体这个就不是那么的自由 不过呢 你能够在一个美国传统基金 但这个是美国老美 老美清台嘛 所以他一定给台湾比较高的分数嘛 但是这个政府的干预色彩太重 这台湾要注意的